大家好,今天要拍期视频,内容比较多 我们讲讲安德森插座到底怎么样和移动电瓶配合使用 首先我们知道两个概念 一个是一定要区分正极和负极 正负极的分清是红的是正极,黑的是负极 然后它有电压显示 然后这个铜的东西是用来咬合夹子的 就取电加,这个东西也是很方便使用的 然后这个东西叫接线柱 接线柱我们打开看一下 一般来讲8毫米直径就可以了 就可以把它插进去,像这个圆环一样给它插进去 给它固定一下 那么接线柱是用来接相应的线的 像我这个安德森插座就通过接线柱 通过接线柱跟这个连在一起的 跟插座连在一起 好,这是接线柱 那么像这种电瓶呢,它是始终带电的 但是因为它是12伏安全电压 所以呢,能处无害 大家记住它始终是有电的 所以千万不要短路 一定要有这个 这个头脑里面有这个闲,不能短路 好,讲完这个电瓶的基本构造 我们再讲讲这个安德森插座 看我现在手上有1234个 有了这四个插座 你就可以非常方便高效的使用这个移动电瓶 首先我们讲讲怎么样给这个移动电瓶用这个点烟器给它充电 非常简单 我们需要这么一根线 这根线的这边呢 是这个所谓的点烟器头 工头 然后呢 有了它以后呢 你给电瓶充电有两种方式 一种呢 就是用这个夹子 用这个夹子 这个夹子呢 黑的接这个负极 红的呢 接正极 一般是先把这个负极加上 然后再把这个正极加上 用这个夹子 咬合那个刚才我给大家拍的那个铜片 加上以后呢 你一头呢 用这个点烟器头插在你的点烟器里面 然后呢 把这两根线用安德森插座结合在一起 安德森插座呢 你拿到手上的这个 像我这个微店里卖的这个是一套 它是正极其都已经做好了 你直接接上就可以 就可以使用 你不用担心这个会接反 因为它接反的话 它是没法装进去的 我们现在给它搖合在一起 这就是形成了完整的一条线 这样的完整的一条线 那么充电的时候 你就把它插在你的点烟器口里面 然后另外一头呢 接这个电瓶的这个负极和正极 就可以行车 就一定要行车当中 也就是说你在你的发动机已经打着了以后 给电瓶充电 要不然的话你的发动机电瓶 主电瓶会慢慢会亏电的 这是要注意的 这就是行车当中用点烟器给它充电的一种方法 那么还有一种方法 有的朋友说我比较懒 我不想来回的安夹这个夹子 那也很简单 我们就把这根线看见没有 它的插口都是统一的 这根线呢 你事先把这个O型接口 这叫O型接口 插到 按到这个接线柱里面去 红的接正极 这个黑的接负极 事先给它固定好 刚才我说的那个接线柱固定好 固定好以后 同样的道理 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夹子了 对不对 你就把这个夹子取下来 把这个夹子取下来 这个都是结合很牢固的 不会虚的 所以很安全 这个时候你就把这个接上去就OK了 这样的话 你就不用来回的 用这个夹子来夹它了 注意不要这样 容易转路 反正现在我现在不是 我现在没有接电 那么你正确做法就应该是什么呢 你可以把这个 你可以把这根线 就我所拿的这根线 这根线 这一面呢 用3M胶给它固定 用3M胶 或者强力胶 给它固定在电瓶上 跟我的电瓶是一样的 固定在电瓶上 然后这一头呢 就也固定在接线柱上 这样的话 你就不用来回动这根线了 你就不会担心转路了 这是正确的用法 这样的 所以说 它有两种用法 两种给这个移动电瓶充电的方法 那么我们接着在讲就是说 那如何使用这个行车发电机 给它高效直流充电呢 那么也要用到这根线 要用到两根这样的线 两根这样的线 那我为什么没有演示两根线呢 因为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车的这个线的长度不一样 因为有的车它的电瓶离得比较远 有的车呢 离这个这个这个驾驶舱也比较近 所以这个这个长度呢 要因人而异 要定制 根据你的这个车的情况定制 那么这个差度呢 是50安的 50安的 一般是够用的 你如果说不放心 也可以定做120安的 那么两根这样的线 一根线 像刚才一样 通过3M胶固定在你的这个移动电瓶上 那么另外一根线 就比较长的一根线 就跟我这个车是一个道理 我的车呢 我装的是 从这里 这也是一根 这就是一根长的线 通过这个 通过每个车都有一个接线孔 从接线孔里面穿到你的这个 驾驶舱 就是这个发动机舱里面 那么两根线配合好 然后接头也是一样 你看你要多少安的 现在我给大家演示的是50安的 一般情况下也够用了 50安的 然后你结合好以后 只要你一发动车 你的车的这个超能机 带动发电机就能够给这个移动电比较高效充电 那是直流直冲 那个速度会比较快 这个343是很正常的 也就是说一小时有半度电这个样子 这是如何用安德森他做给这个车高效充电 你就需要两根这样的线 一根线不要太长 因为它这么长就不够了 因为它是固定在你的这个移动电瓶上的 不用太长 另外一根线呢 需要长一点 因为它要从你的车内穿到你的这个发动机舱里面去 那个线要比较长 你要先测量好 然后再来跟我说你要定制多大的 我的位电里面会有链接 到时候可以备注 这是这个高效充电的一种方法 也是同样它也适用于用点烟器充电 就是很简单 就拿这根线的插头 这根线插头和它对接 和这个对接 就可以实现点烟充电 或者跟它对接 也可以实现通过点烟器 通过像这根线我们走一遍就知道了 通过点烟器 通过这个夹子 给电瓶充电 那么现在有的车型对点烟器是限流的 它有限流 那么如果解除限流问题 这个时候你用它就不好使了 因为你的点烟器本身就限流 所以它就不好使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那很简单 我们就组合使用 所以这四根线是功能很多的 刚才我说了 你把这根线是固定在电瓶上的 对不对 它给电瓶是固定的 一边是用3M胶固定 另外一边接在正负极上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想通过电瓶放电 通过你的移动电瓶放电 给你的点烟器供电怎么办呢 很简单 我们就把这两根线接在一起 这两根线接在一起 这样接在一起以后 这一头是你的 这边相当于是你的移动电瓶 那么这一头就相当于你的点烟器的母座 这个时候你只要把你的用电器插进去 就可以完美使用了 你就不用担心你的点烟器限流了 这就是可以利用移动电瓶 给你的电饭包来做米饭 这是很多床车特有关心的 为了更直观的给大家看一眼 假如说你的点烟器是限流的 怎么办 那么可以用移动电瓶 我现在已经把负底给它加好了 现在我们把正极加上 好 这就加上了 现在电瓶也是有电的 然后这边就是安德森插座 一定要注意正负极千万别插碗 这个正极就是红线 黑线就是负极 一定要插对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把刚才的母座的安德森插座线插上 就可以了 就可以完美的使用 我们现在给它插上 好 现在就通过这个夹子 连着移动电瓶 连着点烟器 点烟器的母座线 你看我的现在电瓶包就插上了 它也亮灯了 因为我这个电瓶包是12伏和24伏通用的 它可以自动识别点压 所以说这个很好用 那么我的微电也有售 感兴趣的 你可以到我微电去下单 那么这一套线 我的微电也有销售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 完美解决你的所有困扰 现在这个也是非常好的正常使用 这就是假如说你点烟器线流 那么用电瓶 同样可以给电瓶包供电 或者说你干别的事情都可以 或者说你接利便器 都可以正常使用 这都是我这一套东西 都不贵 非常适合床车 也适合床车用 也适合房车用 好 再把这根线的固定方法 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同样的道理 你先用一个先量好位置 大概骑什么位置比较合适 注意正负级别短路 因为移动电瓶 它是始终带电的 只要有电压才有电 千万不要短路 你先量好一个大概骑的位置 什么地方够用 够长度够了 你就把你的安热身插座 假如说固定在这里 或者固定在这里 一般这样会比较方便一点 插拔会方便一点 只要看你的线够不够长 你的线够不够长 你自己量好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固定在节线柱上 那么为了直观起见 现在我给大家简单的就固定一下 好 我就简单的固定了一下 这个黑线接负级 这个红线接这个正级 注意把这个勾 用来加夹子的地方给它空出来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使用相应的一些电器设备了 直流的设备 好 我们看一看正常使用 因为电盘包是12伏和24伏通用 刚才我演示的时候 插的是我的24伏的房车电源 现在演示的用的是移动电瓶的12伏电源 它都能正常使用 好 那么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这个安德森插座呢 它承受的电流是50安 50安 所以说只要不超过50安 也就是不超过600瓦的情况下 你可以放心的使用 如果说你还要大功率的放电 可能超过600瓦的时候呢 那你就用这个接线柱 用逆边器来操作 逆边器用这个夹子 好 今天呢 通过这个实际操作 让大家明白了怎么样来用安德森插座 更好的为这个房车生活 或者床车生活提供便利 总有一款适合你啊 因为这都是我经过这个实践 摸索得来的一些经验 希望对大家有用啊 大家如果感兴趣 可以上我的微店去看一看 相应的一些装备 包括今天这一套啊 一套这个安德森插座 包括电瓶 包括电反包 包括立边器啊 什么都有啊 包括这个胎能啊 可以解决你的一些困扰 好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